重機改裝船明顯越界 澎湖海巡隊貨爆 馬上派出巡訪艇 趕往現場 改裝貨艙全新 沒有使用痕跡 吊臂上還印有簡體字標示 5號上午10點多 這艘中國改裝船 被發現出沒在貓宇西南海域 不但把漁船改裝成貨船 船體上也沒有標示船名 好 看出來 查一下就好 好 OK 一共5名中國船員 通通被帶回偵訊 要釐清種種疑點 還有動機 中國5號剛宣布 福建海事局啟動 臺灣海峽聯合巡航 當下又有中國籍改裝船越界 海巡隊抽絲剝繭 如意查證 完全不敢掉以輕心 華視新聞 陳南正 黃瓶宣將欲滾 澎湖報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 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